大家好,我是貼兒班的 顏瑞琦 我今天要講的故事是 阿妩開家了 阿妩什麼事都做不好 她不會讀書 她不會 她不會鞋子 她不會厚厚厚 她吃東西 咖哩 咖哩 而且 她 從沒開口 說過一句話 阿虎是怎麼回事啊 阿虎的爸爸問 沒什麼了 阿虎的媽媽說 阿虎只是裡邊 晚一點 慢一點開窄 那就好 慢一點 總比 永遠 不開窄好 阿虎的爸爸想 白天 爸爸盯著阿虎 看他開窄了沒有 晚上 爸爸還是盯著阿虎 看他開窄了沒有 你確定他真的會開窄嗎 爸爸問你 我們又有那些媽媽說 你一直盯著他 看 看 他 就看 不了 瞧了 所以 阿虎的爸爸 看電視劇了 不再一直盯著阿虎看 下雪了 爸爸沒盯著阿虎看 阿虎 阿虎還是沒開窄 阿虎還是沒開窄 有一天 有一天時候 到了 阿虎開窄了 他會讀書了 他會寫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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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會壞壞了 他吃東西剛剛靜靜的 他會壞壞了 他也會說話了 而且不只說一個字 他說了整句話 他說 我都會了 謝謝大家 我喜歡 謝謝